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感觉今天挺难的 这种时候很难碰到 对于这两支战队的一个状态而言 感觉牙膏怎么看 就是目前两支战队的一个状态 感觉剑技好像状态不这么好 因为看昨天的表现 然后RNG状态是正直上一直在 也没说最好吧 但是也是在慢慢的打到那个最好的程度 没错 昨天根据是输给了 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是输给了Visality 然后是稍微有点点小小的暴冷的 那RNG当然是昨天是不负众望的 他们一个非常快速的战胜了北美的C9 好的 那双方战队都已经准备就去 让我们一起为LPL打高 一起把画面交给前方结束戏 好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最后一场对抗 GENG对抗RNG的比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十一 大家好 我是宇童 这边GENG已经搬掉了卡莎 而在RNG这边是搬掉了剑膜 现在放到外面的英雄还有很多 厄加特可能也要针对一下 这边是搬掉了牛头 是的 看一下RNG这边怎么继续搬人 那这边的话和昨天一样 双方是维持着首发阵容 是并没有换打野的 双方都是有替补打野 今天RNG是在红色方 对 RNG这边红色方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搬人情况 这时候把厄加特给搬掉了 那么现在外面是有霞洛一套 同时应该也是有这边的一个阿卡莉 还有塔姆呢 对的 现在放到外面的OP英雄 炎确给搬了 这是昨天 更多集中在辅助为止 对 昨天戴杰做一个非常不错的英雄 包括今天也是看到这个英雄 也是前期比较厉害的 开始SWK前期打野还不错 这边看一下RNG 最后一个班位 给哪一个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一点是 尖辑这个队伍是不怎么打阿卡莉的 如果放阿卡莉出来 是可以让Let me来玩 有没有可能 针对一下皇冠哥呀 在前面 这边是班的塔姆 还是继续针对一下Core之间 那现在是侠洛一套放到外面 这边RNG看一下怎么拿 如果拿的话 两班了辅助 现在RNG的地位还是蛮高的 现在其实可以RNG加维鲁斯什么之类的 放到外面的辅助确实已经不多了 到时候很有可能CoreJJ使用布隆这样的英雄 因为就风格而言 他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英雄的 RNG 维鲁斯可以下手拿 这手看有没有拿个打野 塞恩直接拿下 直接拿下了 现在是一个摇摆位 奎因 奎因 奥拉夫 如果选奎因的话 其实这个三只可以摇到中路 然后选一个对带线的 去打奎因 对 卡米尔 卡米尔锁了 如果卡米尔给到QA的话 也算是他的成为英雄之一了 那这边看一下辅助怎么拿 布隆 果然这边CoreJ拿下布隆 那现在RNG是可以拿维鲁斯什么之类的 我是觉得可以拿维鲁斯或者小炮 那有青海忍赛的话 选维鲁斯 是有一点风险的 看英雄的一个熟练度吧 其实熟练度都挺高的 熟练度都很高 对 西维尔 这个英雄其实有点没有想到 是的 因为就战装的AD里面可能 不是战装 就是没有位移的AD里面 可能生还空间最大的就是西维尔 而且他在线上的推陷能力特别的强 不过他得注意 如果青杠瘾来找他 如果来找小狗 第一时间他要用这个异己能来挡大招 他不能挡其他的 他如果挡异己能 自己还是要被大招控 对的 这边是搬掉了辛德拉 那对抗青杠瘾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输出空间呢 我感觉是不是准备来一个双开车 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边的一个涡轮加速 在中单的一个瑞茨 因为这边把辛德拉给搬掉 也有可能 那尖体这位是选择搬掉了加利奥 RNG我觉得可以搬一下大眼睛 这个英雄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Kron和Kuro都是这种英雄的忠实使用者 对了 非常符合尖体在整个季后赛的一个打法风格吧 大眼睛那个英雄 但如果拿完这些搬完之后 Kron可能就会选择马尔扎哈 以及像利桑卓这样的英雄 说看怎么搬 搬利桑卓了 那搬利桑卓是给了马尔扎哈 以及还给了另外一个 还是给了大眼睛的 这几个法师应该是最近黄光哥用的最多的 辛德拉 然后冰霜女巫 对 这边的话是把刀妹给搬掉 来看一下这里如何选择 是可以选一个打野 然后留一个中单康特位的 好 还是选了瑞兹 瑞兹 开始第一手搬辛德拉的时候 我就说这可能是一个 就这可能是一个涡轮加速 再加一个开车的 对的 那JJ的话 如果要围着ADC来打 直接中路来了个露露 这个有点怎么说呢 因为露露打瑞兹还是挺厉害的 选的蛮聪明的 JJ这种有点像是RNG的那种 这边看一下 最后这怎么拿卡米尔是上单还是打野 卡米尔是上单 上单 那是打野的一个奥拉夫 还剩下最后一个位置 给到打野位的话 卡萨这一盘玩什么呢 前期来对抗 这里直接选了芒森 以暴制暴 选了芒森 双方选的都是非常偏前期的 阵容方面 RNG这边的容错率其实 就没有 他是没有坚挤这边高的 这边中野方面 有一个露露加上奥拉夫 中前期方面坚挤中野的这个组合很厉害 而且如果往下的 这个组合是非常强势的 但是RNG赢在灵动 他们阵容的整体联动性特别强 他速度快 他有穿越地形能力 以及他有一个加速 这种阵容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比较克制你四一分带的 因为四一分带就怕 能够几秒钟之内 立马赶到战场的这种支援能力 而且怎么说呢 Crowjj这个布隆 配合上齿地的一些 就是像霞 以及像艾西这样的英雄的时候 他可以保证自己的ADC 处于一个无闹输出的环境 就他可以挡住前面所有技能 对的 这里 我反 我同意这门轻视 开始 管哥也是自黑了一波 回家了 回家了 回了一波 所以明天打招呼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换个语气 那这边也是选择阵容完毕 马上进入比赛 这一盘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局了 我看到RNG的大棋已经挥起来了 希望能够给台上队员们加油吧 对的 因为这场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场赢一下 几乎是可以确认 以现在来看的话 是非常有一个出现名额 非常容易有一个出现名额的 而现在已经是韩国时间10点 快到10点半了 但是现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粉丝 我们的熟悉声音进入比赛 蓝色方尖竞 红色方RNG 对的 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对抗 进入到召唤师峡谷当中 宝佛是在看我们的长亏赛 对 场下的加油声 虽然我们现在属于釜山 但是现场听起来就像是五颗松一样 对的 现场已经想起了这样的加油声 那屏幕前的你也不要忘记进入到 我们的互动观赛系统里面 为RNG为LPL加油打call 刚刚说到消息啊 U才果然王者了 然后整个的RNG也是来到了大师段位 所以说大家还要多多的给力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 就是2018年联盟全球总决赛 在釜山为您带来的小组赛 第二天的最后一盘对局 Genji对抗上RNG 大家好 我依然是数字解说11 大家好 我是孩子解说雨通 那双方这边一字排开 并没有选择做入侵 Genji这里有布隆 一级团还是可以打得稍微凶一点 而且这个卡米尔一级 如果学一技能的话 芒森是有点危险 入侵是不太入侵 这边是直接做一轮眼位就行 躲还是躲得起的 想插眼你就插嘛 打不过 躲不过嘛 反正我们下路凶就是了 上单方面 枯尾是选择带了一个征服者 这一套也是属于切坦的那一套 但其实最近我们看到 如果是打老司机 老司机打青钢影的话 一般青钢影会在线上选择带 二组彗星会比较多一些 就打打消耗 还有一种就是说直接带强弓 对 就是和打野一样 征服者最近会比较少一些吧 这边是绕了一圈 回到线上 打出一个守护者 两边辅助都是带着守护者和点燃 实验学W推线 打一套 换血第一波RNG是小赚了一点 两边打野现在都在上半区进行开野 王森 王森 王森这边应该是直接开完一片 然后回家补装备再出来刷下半片 因为前几代的黑暗收割 还是要把自己的上野打足的 还是要把自己的一个刷野的路线打足 这打大惊小怪的呢 中路做了一下消耗 这种英雄 王森哥还是打得比较好的 因为 这种是比较偏向于保护 和在中路打线的 王森哥也一直是以这两下成名 这位置卡的有点难受 不过还好 背都没有打出来 拉紧草丛 KASA刷来了下半区 先动一下河系 这样一来双方都是打了上半区的 但是王森这里是没有打 没有打F6 因为他站在那边有眼 来下路了 我们打雨 打雨马上就遭遇 我还以为他要把那个直接踹掉 一脚 但是是知道这里没有了 那应该也知道下半区这里的石头人 没有回去继续刷 对了 前几先补一下等级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由于打雨时在下半区 RNG是可以压线 而在上路 Let me 是没有吃到信息 只能把线压在塔内 龙兹草还是凭借着自己 非常非常强悍的前击推线能力 把兵线一直压过来的 但是补刀也是领先了很多 虞兹还是有点凶的 嗯 当小米扛了第一个Q的时候 她是直接上去A了一下 这地方要反呢 哈鲁已经来到F6了 露露也跟过来 那这个地方RNG是知道的 RNG是知道的 但是没什么办法 有眼这里 跳回来到塔下 这波回家感觉应该是有一个女神类 所以再加上RR差钱 感觉女神类杀人界 对冰 鲁子妈的推线还是比较厉害的 而且带的瞬间步伐 前期在线上的耗线能力 也要比霞强上一些 霞这种已经把血磕光了 现在 因为致命节奏确实很厉害打架 但是她没有回复 这在线上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对线没有那么棒 对小明这一盘带的是一个守护者 能够挡一些伤害 有眼的 这里差点看到 对而且也没有撞到 这边小虎是并没有选择出杀人界 又是捕了一个蓝水晶的 直接回线上 这一盘对线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在下路压线可能压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在野区可能KASA这里落后的稍微多一些 其实约在这个位置 她一直想压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霞她回家可以直接TP出来 现在已经TP出来处理一个理财装 开始挖矿 直接补的一个萃取 但这个问题还是在于 她如果没有补费用性药水 实际到时候还要被压在塔下 大概靠着这个盾吧 这个盾有点勉强 KASA来到这个位置 什么要被幽灵普罗给发现 踹到了 但不能跟上去 继续 尖体这个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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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前中后期都很厉害 但只有一点她要注意 就是AD要肥 只要AD肥的情况下 前面举个盾 然后再露露给加速 如果就是受到伤害 还可以给一个大招 她几乎可以 是可以完全保住这个AD的 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奥拉夫 和枯瑞可以扛伤害 但是还 但这个点的问题就在于 尖体这个阵容 她不是特别好开团 她这个阵容 几乎是没有什么硬开团 就只有上单可以开 他们分带了 这阵容好像就没有什么 能开的点 就还是分带比较正常一点 但是论分带来说 RNG就是双分带 她是有一个瑞兹 可以去抓人的 而且她瑞兹也是带着TP 小虎这个TP 可以在中后期的时候 给兼击很多的一个兵线压力 我感觉现在尺地有点UZA综合症 对线的时候 现在落后补刀落后的 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根本不敢走得太靠前 两边上单 一波对拼 打一套 这波换取其实还赚了 但是奥拉夫这波来了 这个位置 好 看到了 露了露了 但是 是 是刚好好像是 是刚好好像是 有一个视野 应该是库尔街街打的时候 露了一下视野 看这个走位感觉 迂回了一下 现在有双招 反正 RNG是不怕的 不是 这是要 过来 还有一段E技能 还有一段E 所以他们刚刚是在蹲谁 这个不太知道 就只能蹲UZI 但是那个位置 他们蹲不到UZI 是很难蹲的 真的很难蹲 对啊 现在就直接开始推线了 布隆这个盾还是很可惜 是约尔的这个Q的 Q前期是要点很多级的 芒僧这个位置来了 枯萎看一下 现在有闪现 直接踢 直接迎头撞上大招 Q技能跟上了之后 大招跟上 一级的走 看一下 这边四位天秀 秀了 秀了 伤害还是不太够 毕竟这个芒僧 他竟然是没有出蓝色惩截刀的 而且 LADME这一盘带的是一个不灭之物 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过来闪现踢 撞 Q技能 这边是没有续起来 因为那个位置是想要把伤害 直接打全秒杀 就差那么一发平A 而且下落同时对拼起来 我们看到 是 悠哉和Ruler的 这边悠哉是交了双招 而另一边Crow接接交了双招 然后Ruler这里是没有交闪现的 对的 悠哉回家是把攻速鞋给出了出来 然后补力平红 这波打过来 小梅要扛一下线 因为没有炮车 对 如果血量还不错 应该能扛一些 对的 但是 霞逼过来 卡不住了 这波亏线亏的刷位有点多 那第一波盲僧的攻势被化解之后 肩戟现在可能要起势了 第一波盲僧现在没有闪现 而Olaf一直在野区埋头刷 已经到达一个七级 看一下下落追风怎么打起来了 小明不在 小明去不掩位 然后这个应该是 直接过来 再过来 倒沟的时候 还要有再闪现交了出来 虽然闪现交了 但是那个时间交自己的状态已经很差了 必须得回家 所以亏了一波兵线 这波对于詹志的下落来说还是比较赚的 不过其实刚才如果Crow接接到达六级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杀的 不过这个时间点刚好是 就卡着这个时间点小明出去作演 对了 再次回家 YZ又是推了一波 回来又出了一个攻速短剑 而在另一边 尺地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暴风大剑 回到下半区 两边打野在河道附近遭遇 小虎这个经济看起来就刚刚好 所有的都 对一根大天使 对 直接一根掏在手里 对的 干干净净明明白白 再看看鲁鲁满身都是装备 现在鲁鲁其实挺尴尬的 他这个时候 就推线进去 RG清线很快 就西维尔清线是ADC里面最快的 甚至是所有英雄里面最快的 他清大龙BUFF兵 就是现在世界纪录94分钟的场合比赛 就是西维尔和扎黄 他清兵实在太快了 所以现在兵线哪怕推进去 RG也没有办法点塔 做个眼打一个占卜花朵 没有看到人 现在盲森还在上半区 还是想针对一下这个卡米尔的 卡米尔回家是双多兰 双方这波选择换经济 这个眼是真仅没有看到的 真也没有控制到 那应该是一个峡谷先锋换一个土龙 对的 这波交换的话 要看一下一会儿峡谷先锋 能拿到什么东西 看现在来说的话 中塔的血量 两边都还 小虎这个塔的血量 应该就三分之二左右 不算特别好 感觉如果拿这个塔 拿了这个峡谷先锋 推上路或者下路比较好 要解放一下预灾 但是上路这个队线压了二十刀 可还是太真实了一些 不过打野方面的话 卡萨一直在做事 甚至开始断线了 断线直接开车走 好 灰灰衣袖走了 下路的队线也算 现在算是趋于平稳 把颜给排掉 又做了一个真眼 两边都是靠下半去做真眼的 因为如果真的打起来 两边可能都是要往下支援 这个时候如果爱口那边有眼 很有可能会知道动向 然后被包夹 把颜给排掉 河道的视野其实肩脊步的比较多 肩脊是控到了河道附近的三个眼位 但都是在中路附近 河道这一波出来了之后 得找机会了 因为自己的闪现马上好了 还是往上走 这把也是想好了 因为肩脊如果要赢 他比较好赢的两个方式 第一是养肥霞而来打团战 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会有一些不稳定因素 但是如果打上单来说的话 这把让枯萎肥了去单带 其实肩脊是非常好赢的 这个一级都没踢中 不过莱特匹开始也是交了大招的 所以没法继续上 但是盲僧就在旁边蹲着 这一波过来的路上 应该是看到了 直接 要抢医学塔 推了 这边是直接要抢医学塔 一头 卡萨单吃吗 这边是两个人一起吃 一起一起 整整齐齐 拿掉这个医学塔 医学塔推掉 这边应该是要保着再撞一头的 对了 小老弟给我让开 他的屁股没有什么问题 直接正大光明的顶上去 再次撞击了一下二塔 而且还能再蹭几下 现在UZ的钱应该是不够蓝切的 因为他出了攻速鞋 所以经济方面应该是不够蓝切 他现在还在慢慢的刷 这一波没想到达到上路一个单带点 但是从青钢影这个点位上 取得到了一血塔 以及二塔大部分血量的一个优势 其实现在这种打法就是逼着尖体到够来打团 因为枯萎现在如果 他这样他这种发育 以及他这种吊塔的速度 他倒是不能担待的 他担待会非常危险 毕竟还有一个瑞斯会跟着他 对了 上路已经领先了快一千块钱了 而且打野的话虽然差了一些补刀 但刚刚分吃到了一血塔的钱之后 现在经济也是不落后的 这边pro姐姐来到中路这里 把眼给排掉 说实话尖体 他这个阵容就属于那种 他要打一个牵制 对 因为他开团并不厉害 但是他现在牵制点 比较能够牵制的一个四腰的腰 这个单带点现在是补肥的 对 现在很难受 你看看Carger刚刚去中路 跨越大半个照合之甲骨排了一个视野 然后回去还是得继续对线 他们现在并没有办法通过下路前期 那一波干客取得的小优势来 拿到任何的东西 又在AE技能先挡一下大招 哎呀大招直接走位扭了 开启大招 开启大招 嗯 平A一下 直接W开始倾线了 刀子无视发生 下路的兵再次清掉 直接把兵线压了进去 但狭守线现在也还不错了 已经是有一个蓝切 而且萃取发钱 她现在也出道了不假鞋 露露对防御塔虽然说压制了一些 但前面8分钟左右的时候 这个防御塔的血线就没有再被压住到了 中路这兵线应该也是互推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就这样一直僵持住 发跃到后面RNG 应该算是比较好打的 但是下路也就是压一波把兵线给压进来 RNG这波压其实就是不希望将军控线 因为他们也不是说想要推塔之类的 打也不在下半区 这一波Kata就死盯着上路 下波可能还要来 现在枯萎身上仅仅是有一个提亚马特和双多篮 已经离得很近了 究极无敌 上路的补刀也有一定的压制 但他如果从这个方位走过来的话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眼排了 点了一下 已经拼到了 青钢影在上路塔附近收兵 二塔附近收兵 这样一来的话 上路一塔推掉RNG是选择上野暴团 直接来一波入侵做一波眼位 应该是想压制下一波的buff 下一波露露的蓝buff 下一条是水龙 还有一分多钟刷 于哉这波回家是掏车自己蓝切 蓝切上一波就有了 这波是暴击的 暴击拳套 暴击拳套和一个攻速剑 对了 这带现在的贼身 主要是现在上路没有办法做配合 就可为这里 蓝特密的话 这几个人都不好动他说实话 蓝特密的话 对蓝特密有一个大招在 你又留不住 只要中路这边小虎看到Kron还在 那上路这边 奥拉夫哪怕来也很难杀蓝特密 对了 蓝特密可以直接闪现开车走 奥拉夫这就相当于前期 啥事也没干的 因为我们看到盲僧的话 是战术性的针对了上路 但是奥拉夫就真的有点麻爪了 奥拉夫这边是直接来了一个 他是没有出没有把打野刀出完 而且他的他的鞋子到现在也是一个 一速鞋就活得很养生 太养生了 看一下小明这里 这个留人其实有点差的 这样留人确实有点太勉强了 对了 气势熊熊排个眼 奥拉夫他就是开不起来 现在只要RNG不送在奥拉夫嘴里 那RNG是就可以随便牵制 而轮子妈反正发育的周期也是 至少需要等个两件半出来 然后最好等三件套 所以他在下路这段时间发育 然后上路还是一个压制度状态 自己是非常舒服的 老司机 好 这边RNG是直接选择 把这条龙给拿掉 对了 虽然我不做回蓝刀了 但是有个水龙 这边也是选择把水龙拿掉 现在又恢复到一个比较安稳对线 这种对线之中 我们看到Kaza一直想要做事情 但是自己的补刀 确实辣了一些 17分钟 双方都还没有爆发出一血 还好吧 他一直是差20刀左右 就没有说再继续扩大 就还可以接手 毕竟分吃了一血打的钱 所以刚刚那一波换经济 其实看起来就显得非常的转 因为他们的狭五先锋 他们做了太多的事情了 在RNG这里 这边是把上路的一塔和二塔的血量 都推得还挺多的 下路这里再压一波 开始倒勾道 但是这里并不慌 这里Kaza有点点危险 摸眼直接闪现走 这个位置过来看一下 要给一个盾 这队 W抬一下 还有最后一下 这边奥拉夫人拿起来一血 还是被卡掉了 这个位置过来 直接要撞 撞了一下 血量下得有点残 但是哈瑞珍还是他最后一撕 回旋标没有拉到 但是这个人头 后续还是被小虎给收到了 那这样的话是打了一个一换二 奥拉夫拿了一个一血 但是小虎也是收到人头 是的 这一波的话也是 大家不要忘记 扫一下我们到二维码 给了一下肯德基的优惠券 可以便宜吃鸡米花 这边的话是选择 把下路的一塔给推掉 上路的塔应该是推不掉的 这个位置看一下赶路的速度 看起来的米能不能赶到 还在继续推 那看起来库也是准备推完再走 下路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本来人头上的交换就已经抓了 而且下路的防御塔也推掉 所以说R&D还是拿到了很多的东西 不过美中不足是 其实这一波感觉 KASA第一时间有机会走 不过哈瑞打的还是太果断了 还好了至少结局是好的 这一波他直接摸眼到墙边 然后再闪现走 对 摸眼闪现 奥拉夫直接Q闪下来 对 然后打一波 这个时候过来没办法 这是一个开大的奥拉夫 他这已经一级能一个盾 Q已经能又回了一口血 看着肝着急 Q现在的话被隔在了那个位置 但是老司机过来 这个支援能力是你比不了的 你上路只有一个 现在挂机在上路清兵的青钢影 这是真青钢影 刚才 UZ有点想收这个人头 但是哈瑞想了一下 还是送给了中单 是的 不过送中单也很恐怖 因为现在小虎出的是一个沙漏 他来正面打是可以打的 而且他也可以单带 现在我们看到R&D这边 上中也都是布甲鞋 而且上路出了 三个护甲 大冰心 布甲鞋还有一个反甲 不过没什么关系 虽然说刚刚UZ没有拿到人头 但是他身上应该2000块钱还是有的 因为回家交了之后 直接把黄叉给摸出来了 他身上还是吃了一个塔钱的 对的 这波回家应该也是有火炮 这波回家应该也是有火炮 再上楼蹲一下 这个位置 忽畏看了也还是溜了 溜了溜了 瑞兹金身也做出来 金身布甲鞋 大天使这个时间点 三个都是有半拉防御属性的 奥拉夫这种前期先出一个小打野刀 然后不做拳 不把战士 不把龙扎或战士做出来 然后直接做一个黑切 这种伤害还是挺高的 刚才如果没有这个黑切 应该是杀不了卡萨 抱团了 这边是开了一个掠视者警告 但是哈瑞也不敢过来 这并没有什么警告的效果 该推推 打一套 不过中路这个兵线 剪辑现在是推不出来了 是的 西门退下还是太变态了 西门现在两件套了之后 基本上带线是 没有什么负担的 侧夜杀过来了一个名 在后方 看到这个位置 逼退一下 应该就警告一下 这个时候越塔还是太难了 因为毕竟对面有一个布隆 布隆有大招还有盾 还是清醒的 这个地方不可能直接进塔的 虽然说防御塔的血线比较低 但是要等兵线过来了 慢慢的摸 尖辑现在其实他有点想抱团 因为他现在抱团厉害 中路已经有香炉了 然后霞的装备也还行 但是感觉RNG就是属于一个四两货千斤 现在直接去下路带 中路放两个人下路放两个 然后上路来说的话 Ladme这边是三代 对自己的塔刚被点掉了 其实这样对于青岗眼来说 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他没有吃到这个塔钱 就是没有毒吃 他没有吃到塔旁边的钱 对 卡萨回家是补了一个小木锤 又补了一个燃烧宝石 来下路继续分带 前级反正开团不好开 在这种情况下 RNG可以一直带 他中路兵线推不过去 下路如果这样一直带着 他抓不了小虎的情况下 就真的很难很难受 现在这个分带真的是 打的JNG有点难受 上路一个老司机 下路一个瑞兹 野区消失着一个芒僧 而且并没有任何的视野 中路轮子妈不停地带线 这个中塔一破 RNG的盛面会高很多 因为他只要把中塔破了 可以做野区视野 上路可以直接压到二塔 下路也可以压到二塔 比赛时间22分钟了 应该很怀念 刚刚进入仗石峡谷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还有些单纯和拘谨 都是该哪条路走哪条路 现在都已经 现在打的比较奔放 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 让你 就无路可走 让你只能守塔 只能守塔 对 三路压近现在 现在已经看到框在中 那下路就可以压 秦刚颖都被逼过来了 小虎还是走 看一下小虎能不能把后面那个真眼排了 在下路草丛是有一个真眼的 中路这里想要配RNG的线还是很难的 RNG这里只要让小狗在中路守着 是不可能推进去 是的 看似是RNG在推中路的线 其实是把人调过来了之后 一直在处理两边的兵线 RNG这步要选择打招封龙 卡萨在这里蹲着 剪击 一个盗团 他们是打算做一个四一的阵型 是有很多人都在正面 四个人在正面 然后让卡面在下 但这个时间点 中单的露露已经把香炉做出来了 所以真的打起来的话 如果切不到这个霞 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这一波打的话 RNG有一个优势是在于 他人已经补过装备了 上单是已经有反甲了 然后中单也是有眼面法术 尖棋这里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千多块钱没花出去 我觉得尖棋如果聪明一点 他会放着奥龙 他如果打的话 可能会给RNG机机会 正面老司机这个Q技能 抬起来了一下霞 但后手并没有想到这下 开下来了 尺地反应非常的快 老司机这个列车撞上去 撞到布龙 盾上布龙有点危险 抬着一个路的大招 往后退 踹回来了 尺地被撞回来 第一时间现在往后撤 后面没保佑灾 佑灾这边秒掉了 正面有点难受 QA怎么说 QA被小虎追死了 这里的话是收掉 RNG拿了龙 但是这波其实打得有点亏 没有人来保佑灾 两边打了个二换一 第一时间进场把技能 都丢到了布龙的身上 但是后手 露露一个大招直接给抬起来了 QA这波还是打得好 如果没有QA的话 这波佑灾不死 正面RNG是能赢的 对的 这波三个人要推四个人的塔 因为尖击这里整体的血量 不是特别高 取了一个盾 又一个Q技能 回头打雷一下 RNG选择往后撤 现在境界差距 并不是特别的大 只领先了400块 但是RNG下一波 小狗应该是可以 他无尽出来的 还是持续的反应比较快的 因为小明这个地方 从旁边已经四季待发很久了 最后撞上去 第一时间真的是把所有技能 都给到了布龙 但是布龙被抬起来了之后 又杀了个守护者出来 随后一个大招赶紧撤 这边是没人打到尺地的 因为尺地前面站的人 这边瑞兹山也打不到 然后后面UZ的输出 又是被这边卡面 卡面给牵制了 卡萨虽然说第一时间 把这个AD给踢回来了 但是尺地随后一个闪现 拉开身位了之后 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输出环境 如果是一个发育肥一点的卡萨 其实还有机会 但他现在这个装备 他没有黑切 而且尺地上 是掏了一个布甲鞋的 对了 上一波小虎打了全场最高输出 是打了3500 上一波小虎价值悠哉的输出 这个基本上打了 战绩全队的输出 RNG这里还是要理性思考 现在还是带线稍微好打一点 他正面压线 然后让肩级来防守 他看到足够多的人 再给上下路信号同时往前压 这吃到一个 鱼才吃到一个大的 走过路过不错过嘛 这中路的线 又看到了熟悉的轮子飞来飞去 直接清完 钱应该是快了 上路来拼了一下信号 看有没有反馈 应该是有人拼了信号 中路人不见 他直接带完这波往后走 这个时候分带就考验队伍的一个沟通 如果这个时候中路人不见了 然后没说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这里要动轻钢 要抓枯萎 枯萎这没有闪现 这开个车 这里枯萎一技能 一技能抓了个空气 这里勾了一个寂寞 看下直接一脚踢到墙上 踹响了之后又是一顿 但是这里有个塔 看这里Q过去 要不要将孩子最后通牒 回头打一下 这个位置马上一技能又好了 但是临门一脚踹到了这个地方 回头直接一个W 小火山的人头 枯萎又开始了 这一波回家 预灾还掏出了自己无尽 现在这样一来一去 RNG可以把下路兵线带一下 逼一下下路到二塔 同时正面也可以继续推进 从他第一个勾锁 我们看到了 迷茫两个字 看到了非常迷茫的一个枯萎 是啊 枯萎就这样 离我们远去了 在夏二塔旁边 应该是 他就一勾锁 直接走进了RNG的家门 是的 最后的人头也是 让小虎这里成功的 变成了3-0的战绩 301 现在有鬼术 有赤天使 还有一个金身 真是很难很难死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 一直在说的一个点 有这种阵容是 专制各种四一的 专制 就专制各种四一 我有两个带见点 而且现在正面推向还快 好 枯萎来了 枯萎现在有点惨 他是一个 1.8件套 两件套还没有 1.8件套可还行 身上有两个真眼 单待这条路 不是很好走 但是露露来了 露露来了 但是后面有TP 这一波看谁包谁 这个位置 小虎说一个金身的 支天使还没开 在麦这里 开了一个支天使 回头应该还一个 支天使 这个位置 UZ赶了过来 600块 QA拿到了这个人头 老司机要第一时间往后撤 UZ还能走得掉吗 交了闪现了 拿着密被盖住了 这一波抓QA抓出事了 第一时间UZ是没有办法过来的 因为这里没有爆炸果实 是的 而且 因为有露露的加持 后面直接把血量给踏 抬上来了 但 还是开始那点吧 GENG只要 GENG只要他开不起团来 RNG是可以随便牵制的 但是刚才RNG这波是 有点想要反爆 现在对于GENG来说 上路的轻盈这个点位 一下子 借着一个杀凳的大人头 还有一个老司机的人头 肥了起来 是对RNG来说比较不利的 而且他现在这种带线的话 倒是可以直接 在下路创造优势 对 他这波带线是可以 戴到塔附近 GENG现在 GENG反超 一直到现在为止 双方都没有特别明显的 一个经济优势 刚才这波也是 KRONG支援的好 在中路 双方还是在这边继续的做事情 预灾还是想把这个塔推了的 还想下路 这个就真的是有 露露在 你伤害打上去 形同虚射 第一时间应该用盾 多扛点伤害 然后往后走的 这种预灾过来 其实有点尴尬 因为他这个位置 刚好是被奥拉夫和布隆 包在一起了 池蒂刚好也回头打 然后后面因为是盖了一个 还是最后通牒 没有办法 这走不掉 虽然Q起了露露 但是人头又是被青光影给收下 露露就一直在挡技能 起到一个很好的保姆的工作 回头打一套 这边直接开始动土龙 刚刚一波直接打了5000多的输出 有点恐怖的 还是不能小看枯萎 虽然前期发育不顺 但他现在如果单带的话 给兵线压力还是给得到的 而且现在确实是肥起来了 一会儿单带线真的要好好处理一下 不能再像刚刚那样 一旦被包了的话 就是这种这种你在处理的时候被包了 作为一个AP来讲 肯定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而且对面还是一个路 对面的夹势 双方开始布置河道附近 以及入口的眼位 Uzai现在去上路 吃一大波兵线 那补刀的话 也是很自然的在领先的状态 好 下面是搜了一波 是的 耍一波杂技 然后一波兵线过来 但是并不能够 推掉中路的防御塔 中路还是要囤一波兵过来 然后直接让Uzai先轻 他有火炮那一下直接A 差不多A两下就没了 卡米尔现在在下路继续带 现在出的是一个贪欲九头蛇 这种出法感觉枯萎就不是想来正面了 这种出法就是一直带线的 对的 RNG其实也可以带 但是刚才小谷被抓了一波 我感觉现在RNG想了一下 似乎可以在正面找一些机会 诶 偷龙了 偷龙了 这位置已经开始偷了 但是奥拉夫已经过来了 这里是蓝色试品照到了 中单的蓝色试品 这边卡米尔已经带到了下路的二塔 这个二塔应该是没了 这边带塔带得非常快 看一下这里能不能把 二塔已经没了 现在没有办法去处理下边路 小虎还是要在侧面和这个卡片稍微带一下 对的 中路的兵再轻一下 人头现在间接 尤才赶过来了之后 这个中塔应该是志在必得了 但是旁边青光影杀过来了 第一时间先往后撤 还好没有心急碰这个塔 诶 这个平A 是偏掉了RNG的一个异技能 现在主力输出就是书拉 正面的话 莱特密只要大会做出山鬼石板甲 书拉是完全打不动他的 莱特密现在是太肉了 他几乎没有魔抗 对的 他就只有一个这个魔抗抖 而且是出山鬼石板甲的 就没有那种纯的大魔抗装 不过也得注意 第一时间莱特密是被白打了 因为第一时间书拉开W上来的时候 上次是套一个盾 而且布隆是举盾上来的 第一时间是碰不到书拉 黄哥哥这个装备真的就是服务给自己家的AD的 纯服务装 他就是一个剑装备 就直接加持一下盾 这个装备就是什么 自己有一点点保命属性的水银鞋 然后剩下的所有的东西 香炉给你加buff 然后帽子让这个盾厚一点 剩下有一个减CD的装备 减CD回篮 枯萎现在也是已经掏出了自己的血手 而在另一边小虎这边也是掏出了自己的法穿棒 AD的话 UZI是拿了一个繁星的提醒 双方现在AD都有穿透 中单方面的话 露露是不指望着他打多少输出的 但是鲁乐还是比较稳健的做了个水银 现在UZI身上是没水银的 不会有一个盾在 但中路这里是不好推 两边都不好推 小虎这个兵线不敢带身了 因为他出去是不太能够打过对面的一个青钢瓶的 现在整体的经济差的不是很多 两千不到三千 想要开但是没有开到 这波双方是互换了一下技能 弱的大招换了霞的大招 但是UZI同时也放了大招 QA在身后想要切骂狼头警告 这边青线还是太快了 看一下这个位置 UZI被点的有点惨 这里应该是准备去上路继续收线了 但是齿地也把自己的水银湿带给用了 这波UZI准备是突然上路线 然后再过来的 因为兵线还没有到达中线 哇 青线很快 部位这里在旁边稍微逼一下 KATA这里Q到 UZI已经再往中路赶了 KATA这一脚 齿地是已经没有大招了 GENG应该是很想打的 GENG应该是很想打的 因为RNG现在缺少一个辅助的开团点 但是还是那个点 GENG开不起来 开不起来 他现在只能给盾 让Ruler上去平A 就开W上去A 这是比较好的办法 而且邢远虽然说比较肥 但没有春哥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不能冒冒然的直接越到塔后去 他这也是没有什么魔抗的 看一下这个位置 好像是有点想找机会 这里直接开车 直接越到塔里面 在尺地这个位置 撞起来了 随后想拿尺地 想杀尺地 想杀尺地 没了 尺地没了 这一波再下 架下了辅助 继续追 这个中路二塔有了 直接打一路 这一波可以直接打一路 全世界最好的尺地又没了 这一波 直接被干掉了 然后中路还在继续拆 中路塔没了 青棠颖现在被迫回程 水晶还在 但是 是不是可以这一波 首先能力不是特别强 先到辅助 想把兵把兵保护一下 枪击了 拆拆在这里接下 一波 他立刻 保住这个兵 QA进场想要杀尤灾 没做到 这杀到了空位 还有一个 第二个妹要跑 打野也倒了 你以为有一个 是 没所欲为的吗 就是没所欲为的 第二个妹也要拆了 水晶 恭喜RG 恭喜RG 接着到目前 全手 这一波真是打得太惊险了 Ledmit这个开车 对中这把RD赢下了这场比赛 赢得太不容易了 ESPN的记者在推特上说 Africa是世界赛上 第一支零杠一开局的韩国战队 然后紧接着下面一句是 也是第一支零杠二开局的韩国战队 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二支 路本是没有的 走的人多了就有了 现在詹姬也成为了第二支 一模一样的剧情 这边也是恭喜RNG 拿到了一个2-0的战绩 在这种战绩之下 如果后面稳扎稳 那是非常容易小谷出现 也是恭喜RNG 虽然说这一局中期 我们看到了ZENG 一度是占到了场子 而且也让QV拿到了一定的优势 但这就是我们应该 去正面对抗的韩国队 他们应该有这样的实力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确实我们看到了ZENG的韧性 其实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拿了很大优势 但是他是来了一波杠 击杀掉了我们的上中 那段时间其实感觉RNG 已经有些颓势了 而且正面我们不敢接 但是小谷找了一波机会 并且后面Lightman也就是开车 是赢下了比赛 所以说在跟ZENG这一场里面 感觉关键点一下子又落到了耻地的身上 还是非常高兴的 每次能够在世界上喊出这三个字 确实也是从米勒老师那里偷过来的 感觉一直打到现在为止 整个LPL的世界都非常高涨 但还是那句话 赢了一直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虽然是全胜 但是也要借交借造 到后面的话慢慢打 把这些心态给放平 这句话从我们从亚加达喊到现在 应该是没喊逆 对没有喊逆 确实一直到现在为止 也是希望就整个LPL队伍 能够把这些心态放平 然后稳扎稳打 一直打到后面的一个比赛 能够进入到八强之中 是的别误会 我们说的不是那啥 我们说的是恭喜RNG 对我们恭喜RNG 也希望后面能够继续的多多恭喜LPL 恭喜我们LPL的每一支队伍 我们这边的话 今天最后一场也是打完了 最后一班港站完了之后 我们也是依然把镜头交给上海的评论席 谢谢谢谢 如此有风度的两位帅哥 前方解说非常的辛苦 欢迎来到评论席 这场比赛惊心动魄 虽然人头不算多 战局一度是非常的僵势 但是依旧是把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刻 这场比赛 其实打到后面 真的开车CDX找得特别好 我觉得跟MSI最后一把 一曲同工之妙 因为当时牙膏在下面一直是提醒咱们 RNG有一波节奏 那波节奏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 就看RNG能不能抓到 就是霞他的水银膝带 以及霞的大招都在CD的时候 而那个时候落的大招 是比霞的大招要先好的 同时落还有闪现 同时老司机还有开车 就是抓住那波节奏 RNG直接在中路 甚至是直接一波推平掉了主水晶 瞬间拿下了比赛 这恐怕联定 三星的中将们有一点没有想到 对 其实他们打的就是一个正面拖时间的一套 以ADC为核心的一套四人阵型 就保牌的 ADC直接死了的话 那确实只要击杀了 RNG也非常清楚 就直接可以一波了 那这时候KUBI还没有反应过来 还在下部去带高地 没错 当然也不得不说 既然提到了他 就这场比赛 其实青刚营 他虽然说前期受到了一点小挫折 前期被压了一些刀 但是他后来把自己的发育 通过几个人头补了起来 还是在四一分推方面 给RNG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对 其实他这把前面前面挺崩的 但是还是给他就玩起来了 对 给他带起来了 不过还好是最后抓到了一个 霞的技能的真空气 把他杀了一波了 对 所以其实RNG在这一盘比赛中 还是经历过一些的 看一下 这就是最强势的这一波 这把他这个闪现 我也是有问题 他应该往左边闪现 他往左边闪现 奥拉夫一起的那个地方 他可能就队友可以叫到他 但是他往后面闪现 就相当于这个闪现没闪 对 还是给老司机的一个冲撞 这个时候小地图显示青刚营 还在带线回家的时候 为时已晚 这里少了个ADC 基本上就守不住 对 打不住的 这场比赛基本上咱们就说了 RNG他就是一个主动的寻球团战 去球团 而另一边三星 他就是不给RNG去一个主动打团的机会 就是利用青刚营我去分带 然后当时牙膏也提到了 如果要分瑞兹去面对青刚营 那瑞兹有可能在正面战场没有瑞兹 RNG在正面场是吃亏的 那如果分赛恩去防守青刚营的话 赛恩单对单又打不过青刚营这个英雄 所以这一度是因为RNG很头疼 全体条件其实就是下路瑞兹加上三 那一波两个人双双被青刚营给收掉了 没有那一波其实青刚营的发育还是比较一般的 对 那一波之前我记得青刚营是双多蓝加上三项之力 还有一个提亚马特 然后还有一个小吸血 那一波打完了之后直接两剑半了 是 一波就是两个大人头直接把发育的补了起来 然后在后续的四翼分推就给RNG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但是RNG还是这种咱们熟悉的RNG 即使机会很小很难以捕捉他们总是能够抓到 看一下 详细的一个数据35分钟半 这场比赛 达到后期一波结束比赛之前 其实根据已经慢慢占据了一些优势了 上次的输出方面RNG还是非常的给力的 尤其是在下路对线期咱们发现 拿出轮子妈这种偏 虽然说他是一个有推线属性的英雄 但是你面对霞加上布隆 前期让轮子妈占到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这能够展现出RNG他下路现在的这种统治力 毕竟是Top1的选手 毕竟是Top1的选手没错 双方的一个战队选手的势力值情况 RNG还是五名虎将都是遥遥领先 这尺席跟UCS比太真实了 对 99比1 最后那一波闪现尺帝要背锅的 也是没什么办法 1%当之无愧了 确实那一波闪现是让Genji 在带线的青钢椅无暇去反应 去赶到正面战场 我们看到RNG的讽刺贡献榜 白鸟斗战胜负 还有浩凯 还有舒怡 爱毛了引大人 包括其他平台的别等不该等的人 这个好像很社会 别等不该等的人 等谁呢 你告诉我等谁 我在不等这个不该等的人 没错 咱们也是非常感谢这些支持RNG的同学们 包括延安无异摩西 海白 SAS 而在根据的粉丝贡献榜方面 我们同样的要感谢舒一 感谢OVE 和少女 等等这些支持两支战队的观众朋友们 嗯 独孤 还有这是什么 不太认识 非常的感谢啊 也是希望大家在 因为今天也是第二个比赛 六个BOE已经全部打完了 咱们的直播接近告一个段落 等会还会回顾一下 今天一个赛程赛火 也包括一个积分榜的最新的情况 所以也是呼吁大家 在后续的比赛中 多多的为战队们 拳手们支持加油鼓劲 尤其要为咱们自家的LPL战队们加油主委了 嗯 还是这场比赛的RNG 我觉得现在占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现形式 现在已经是2-0的一个小组开局 而对于三星Genji来说就非常非常的不乐观了 现在是0-2的一个开局 这可能对于他们自家的战队来说也是非常的没有想到 两支韩国战队都挺难受的 对 两支韩国战队都挺难受的 这个也是看着他们状态不太好 也不知道他们后半段能不能够后期发力吧 韩国队其实调整心态的能力 其实要真之一的话是比较强的 因为他们在2017年夺冠的时候 他们小组看其实打的也挺一般的 但是打到后半段就越来越强了 然后最后在总决赛里面直接战胜SKD拿到了冠军 没错 毕竟韩国队还是B5比较强一点嘛 是 有一种这个经验的老道 可以凭借着这种B5的经验 然后去战胜这个时候去打一个运营 是 但是咱们也发现就是最近 尤其是今年的这个SK赛区的俱乐部 没有以往的那种统治力了 所以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继续为咱们的LPL赛区加油助威 好的咱们采访区已经准备就绪 有请主持人 恭喜RNG获得了比赛胜利 让我们赛后采访嘉宾和所有的玩家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RNG的中单小虎 首先我们要平复一下心情 其实我刚才看下来之后你自己还是非常淡定的 相比较去年我还清楚的记得SKD的时候也是战胜的对手 你过来之后咱们两个人感觉都是紧张的就是发抖 今年为何如此的淡定 去年的话可能是包括我 还有我们队伍实力可能都不太够吧 但今年的话我是对我跟自己的队伍都是有很大自信的 所以可能会比较淡定一些吧 那其实时隔一年了你感觉包括对手 包括是咱们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年里 应该就是其他赛区跟LCK的差距在越来越拉小吧 到了今年的话我觉得每个赛区都可以互相一针高下吧 那看一下这场比赛吧 这样比赛之后我发现其实咱们这样比赛的一个比赛风格非常的谨慎 上来之后打的也是非常的稳 这个是为什么 可能也是对面 因为我们阵容前期可能不是特别厉害嘛 因为对面是Lulu跟阿拉夫中也可能前批强势一点 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好做事情 然后到后面的话 在我们的强势期可能也没有打出太好的效果 这一点回去还是要好好反思一下 那其实你开局的时候打的还是比较顺的 但是你那波为什么被抓死了 那波因为就也是被视野欺骗了吧 因为我们的视野其实在对面家里也是有几个视野的嘛 但是Lulu的话好像也不知道从哪绕过来的 也算是她灵光一线吧 谈一下关键的那一波吧 当时其实那波当时你作为队伍的一员是如何决策的 怎么就觉得可以一下子结束比赛了呢 最后一波的话 因为我们事先打了那个霞的大招跟水嘛 然后他也比较 怎么说呢 就有点装吧 然后还在中路晃 然后就给了我们一波机会吧 刚好在那边杀了对面两个人 然后塔在对面高地前 所以就有机会一波吧 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有非常多给你们加油打气的 其实算一下加集训加比赛出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没有比较想念北京的主场 但是今天感觉这个现场氛围怎么样 说实话 我现在虽然在韩国主场打 但是还是感觉中国人就是特别多 就也非常的热情 跟在自己家乡打真的没有太大区别 那现在其实时间比较晚了 因为现在的话 现在其实当地时间比较晚了 有很多要回去的粉丝 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 就谢谢你们远到来来支持我们的比赛吧 就是我们安基之所以这么强 就是因为你们这么一直以来 就是一直支持我们 然后的话 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然后明天包括大后天 我们都会给你们带来更精彩的比赛的 谢谢 好 最后问一个题外话 那么现在发现其实在忙于训练的同时 昨天我是问了悠哉的影视 今天要问一下咱们的这个 队友们之间的这个发型了 你这个发型准备 如果接下来的话处理一下 其实已经错过处理的最佳时间了吧 因为我在刚做完这个发型的时候 是有想过把剃个平头什么的 不过就是有人阻止了我吧 然后现在其实头发长出来了一些 也没有那么卷了吧 可能后边就稍微修理一下 好的 那么也希望闲暇之余的话 咱们的队员饮食休息 以及各方面的话要多注意一下 再次恭喜RNG获得比赛胜利 感谢小虎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好的 谢谢小虎接受采访 也谢谢RNG全队队员的努力 也谢谢冻哥在前方带来的采访 冻美之后冻哥又看到他的握手了 那这场比赛再次恭喜RNG 目前以2比0的一个战绩 高居自己小组的一个榜首 看一下本场比赛的MVP 给到了Let Me的赛恩 那当然就是最后那一波决定性的团战了 他那个车开的真是追踪导弹 追踪导弹 没错 本场比赛其实人头并不是很多 所以咱们看到赛后的一个highlight 高光时刻也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最后一波团战至关重要 对面闪现也被赚到了 对 一波定胜负 那波霞反正是没有水银带 也没有一个大招 只能依靠闪现去逃命 同时闪现的位置又不好 直接被赛恩所开了 我觉得就是韩国队的通命吧 这几个AD打到这种时候 就挺紧张的 我觉得Ruler也知道 他知道对方的这种开团技能 RNG这边的开团技能 是要比他的这个大招加水银是要快的 他也知道RNG可能在找这个技能 但是他就知道了 他还是吃了这一招 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最有意思的 没错 霞高觉得呢 就是他太装了吧 然后就装到自己没有闪现 没有大招跟水银就还不靠后 然后就被RNG找到机会 然后一波了 没错 确实明明没有技能 但是非要显得有技能的样子 所以不得不吃了这个亏 所以是希望三星也能够振奋一下自己的事情 在后面能够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个表现吧 还是咱们恭喜LPL的目前三支队伍 在S8的小组赛都未尝到一败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咱们说万事开头难嘛 能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确实是咱们作为LPL的贯注末导的一个高兴 高兴 对 今年就觉得从小组赛来看 感觉是一场梦 去年 前年都没想过 今年LPL水平真的涨到这种程度了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牙膏可能会体会的 就是比平时一天到晚就跟韩国队训练 可能就是感觉到感觉的比较多 但我们这种就是平时只能观赛 就是自己在上帝视角观赛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我觉得 没有感触像牙膏那么深的 那我们也请牙膏赶紧跟咱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这一年 因为咱们也知道牙膏 包括京东改变都是提升非常非常地迅速 你对LPL赛区和LCK赛区的这种 态势的改变有没有感觉 就其实我也跟LCK的队伍去年赛打过嘛 然后就感觉他们那边 就水平好像一直是那样 然后我们感觉一直在进步 而且其实他们那边 就大了很多老人嘛 然后我们这边LPL 就很多新鲜的血液一直在上来 只有新鲜血液的注入 才能够成为一支赛区 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来看一下今天进行了 一共六个BOE 闪电狼首先是战胜了EFICA 然后PVB来自越南赛区的队伍 战胜了G2 然后就是100大道赋予了Fnatic 然后之后IGC9 跟RNG分别战胜了自己的对手 G-REX VIT 以及Generation Gaming 今天的比赛 就G2那场比赛 可能算是翻车吧 其他的我觉得 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没错 也在你的这个预料之内 这边 也在这个预料之内 全身的预料之内 也在这边